大家好,这里是404书院,告诉大家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朝鲜为何能够稳定?金家王朝能够维持70年不垮? 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金是三代的统治术,二是国际绥靖主义。 金正恩既残暴又精明,从金日成开始起,对外与中苏两个大国周旋。 以小博大在夹缝球谋取最大利益,冷战结束后又利用地缘格局,继续在中、美、日、韩、俄之间钻空子。 耍无赖,想方设法维持金家王朝,既抓住中国软肋,吃定中国,又摸准美国不愿火中取利。 日本也不愿看到朝鲜统一,韩国心有余力不足。 而且成平已久,不愿兵戎相见。 俄国则想浑水摸鱼,保留在远东的立足点。 对内则是闭关锁国,铁腕统治,镇压异己。 今天我们细细说说金家对国内的统治术。 首先,与外界的认识完全相反。 朝鲜实际上并不存在政治层面上的真正穷人。 更不会有足够刺激反抗情绪的贫富差距。 在认识这一问题之前,大家需要理解一个有趣的概念,什么是穷人。 实际上,穷是一个对比的概念,而非孤立的存在。 它本质上是富的相对富产品,没有富人的出现,就不会有穷人的存在。 衣衫蓝绿者的眼前如果没有珠光宝气,那么他就不会意识到衣衫蓝绿是一种羞辱。 粗茶淡贩者若是从未见过山珍海味,那么他就不会觉得粗茶淡贩会成为一种煎熬。 因此,独裁者为了麻痹穷苦者的反抗意识,必然致力于江平者,富者进行隔离分区无可匹敌的力量。 群众运动里有一句话,法国大革命以来,一个被大革命家视为普遍真理的概念就是最贫穷封闭之地区,政治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往往最低。 朝鲜政权完美践行了这一原则,朝鲜通过城乡二元经济体系,使得生活相对良好特别是享受福利的平壤市民,与穷苦的农村朝鲜人呈现出事实上的隔离。 这导致广大生活贫穷的朝鲜人,实际上在其视野之中根本看不到比他明显富裕的人。 因此,虽然他们在外界眼中的生活极为艰辛,但却很难产生出贫穷的痛苦和不满。 因为,独裁者意识到贫穷本身并不会产生痛苦。 只有看到富裕人之后,贫穷才会给穷人带来难以言状的羞辱和不满。 在这种高明的体制下,朝鲜的民众只要不存在饿死的风险,其在政治上就是足够的稳定的。 其次,朝鲜完全摒弃了市场经济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稳固的等级制度,确保了部分民众的社会满足感以及政治认同。 在朝鲜,无论是居住场所,还是生活用品,都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管制。 若非达到相应的级别,朝鲜人不可能在良好的地段拥有房产,也不可能有资格购买汽车。 良好物资能否取得并不取决于朝鲜人的经济实力,而取决于其在该体制下的等级地位。 这实际上构筑出一个金氏政权体制下牢固,真正的利益阶层。 同时,平壤市民享受着从医疗到教育的全面福利。 相比于平壤以外地区的朝鲜民众,平壤市民乃是朝鲜体制下不折不扣的相对利益既得者。 事实上,一个人是否富裕,是否有尊严感,是否幸福, 并单单不取决于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更取决于他与周边人的对比。 平壤市民深知自己的生活水准远远优于他所了解到的其他朝鲜人。 受金家王朝庇护的部分朝鲜人获得了拥有汽车和良好房产的特权, 诸多远超出普通人的特殊好处不可能不激发享受着强烈的优越感和幸福感。 考虑到这些优越感的存在基础仅仅源于金氏体制, 这些人不可能不拥护金氏王朝。 所以,尽管很多外界人士认为平壤市民的幸福感是伪装的, 对金将军的热爱是虚伪的。 但实际上,这些推测很可能截然相反。 因为,幸福感和满足感都是与周边之人对比出来的, 而非与看不到的外国人对比。 考虑到其他朝鲜人远比平壤市民贫穷。 平壤市民没有理由不幸福, 也没有道理不满足。 独裁者应善于为他的人民制造幸福的幻觉。 最重要的是, 朝鲜政权构筑了一种匹配其统治体系之类宗教的意识形态, 通过不间断的教育, 使之能够成为朝鲜社会的牢固观念, 使外人眼里难以忍受的奴役变成朝鲜民众心中的顺理成章。 而封闭的社会环境足以使这种观念不受外部危险思想的冲击。 观念是一种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一种压迫会不会遭到反抗, 从来都不取决于压迫的程度。 而取决于被压迫者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压迫? 世人眼里印度建民所承受的压迫令人发指。 但一旦印度教等级观念扎根于建民之心, 则任何痛苦都会变得理所应当, 反抗意识也就不会出现。 同样, 朝鲜的主体思想, 很大程度上使得朝鲜民众认为 今世政权所作所为皆是合乎道德且理所应当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朝鲜人的反抗意识很大程度上被削减。 所以, 作为一个不存在贫富差距, 拥有坚定、 稳固的利益阶层和统治观念的体制。 朝鲜今世政权的稳定是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的。 朝鲜政权崩溃的时刻, 因财政而改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朝鲜基于政治稳定而构建的经济制度, 本质上是一种摧毁经济活性和潜力, 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制度。 考虑到朝鲜和计划和先军政策的耗费愈来愈大, 平壤市民的福利消耗难以降低, 以及西方和中共对朝制裁的加重与援助的减少。 朝鲜政府的未来财政的崩溃是必然会发生的。 与1779年的波邦王朝, 1978年的中共和1985年的苏俄一样, 可以预见的财政危机将迫使朝鲜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开放。 而这恰恰是朝鲜政局最为的危险的时刻。 不难想象, 开放的后果就是外来思想和人口的大量涌入。 这不仅仅将使朝鲜的意识形态遭受质疑, 也让平壤市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相比于外界特别是南韩的贫穷, 而改革则会使得以往顺理成章的痛苦变成难以忍受的不幸。 这些都很可能催生不可逆料之灾难。 经验显示, 一个邪恶政府最危险的时刻, 往往是它开始自我改革之时, 只有民主政治能拯救, 在长久高压之后决定与民更使, 原来仿佛无可避免而极力忍受的苦难折磨。 一旦有可能脱离, 它就变成无可再忍。 改革因而只是更加清晰地揭露什么还是高压, 什么更难抢一忍耐。 从现代马基亚维利的角度来看, 金家王朝本质上是一个远古世界的木乃伊, 而非现代政治的产物, 这决定了它只能存在于完全密闭的封箱之中, 依靠时光停滞的幻觉而勉强存活。 所以, 任何试图改革这个制度, 开放这个国家的举措, 都意味着密闭封箱的破损。 金家王朝会瞬间崩溃, 独裁者本人及家族也会被清算。 如果您觉得有所收获, 麻烦帮忙点赞、 转发、 订阅。 谢谢收看。